做过往 也不容易 如果没有 适世以上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 哪有那么大的佛宝 要修适世以上 你看做过往 他能想几年的佛 适世的修行 几年就想完了 想佛最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 乾隆皇帝 只有这么一个 做了六十年皇帝 还做四年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 找不到第二个人 那个人要修多少年佛宝 我们一般讲 修一般式 修一般式的佛宝 修佛不祥佛 累积 才有这么大的佛宝 不是偶然的 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有些帝王 在位的时间很短 不到十年 很多啊 你看中国历史 你就看到啊 二三十年就很不错了 这个佛宝是 深深世世修集来的 世间的大官贵人 大父长者 都是过去生中 深深世世 激功为德 所得来的 没有一个是偶然的 是碰运气碰到的 不可能的 一个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里头 夜莹果报 我们修佛的同学 都会很清楚 很明白 〔一双眼睛〔相关〕